口头禅食一个人总是不经意挂在嘴边的话,可能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 下面七句话,应该是很多妈妈气急败坏时最容易脱口而出的,虽然说实无意,但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及伤害却难以估量,所以开口千请三思,尽量不要再说了。 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孩子可能又打扮了牛奶,孩子可能又穿反了鞋子,很多妈妈眉头一皱,就会脱口而出,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么有耳朵长在哪里说那么多次怎么都记不住怎么那么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抱怨和责怪,久而久之,孩子就会被你随时随地的责怪, 至于内疚,自责的前提里,容易让孩子形成自卑,没有信心的性格缺陷,二,别人会笑话你,当你的孩子丝生裂肺地唱歌,跟着音乐堂若如人的扭着小身体跟着舞动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曾和孩子说过很安静一下,正经一下,不然别人会笑话你的,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不能丢脸,不能让别人笑话, 你要和大家一样,不要做起奇怪怪的事情,要虚同,这样可能会让孩子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对错和价值,以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最看重别人眼中的自己,长大之后可能更容易被外界的声音影响,被别人的声音裹挟, 三,我说不行就不行,和孩子说道理说道系类的时候,往往很多妈妈就口不责言地说出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是你老妈,我说的就是对的,你不要再给我争论了,很多妈妈喜欢通过这句话来向孩子表明自己的决心,并且来显示自己作为大人的绝对权威, 而孩子呢,会因为害怕和强权,暂时变得听话懂事,但是这种忽略了孩子想法的行为,可能会加重孩子的叛逆心理,反而不利于和孩子建立和谐的亲自关系, 四,还是我来吧,可能孩子自己穿衣服没穿进去,自己穿鞋穿赛了,可能你们很赶时间,于是你说,还是我来吧,于是让孩子停下手上的事情,抱着让你来,也许,你来做更加有效率,也不容易出错,可是你却这样一生生地躲走了,本来属于孩子的锻炼机会,也许孩子已经很努力了, 却被打断,也感受到了妈妈觉得,自己做的并不好,这对孩子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五,我数三下,一,数到三,你还不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这是妈妈们最常用的招数,对付孩子不听话或者磨蹭,刚开始用的时候,孩子会以为妈妈在跟自己玩,或者知道妈妈马上就要生气了, 都会乖乖听话,可是有而有之,孩子也习惯了这种妈妈的小把戏,成了老油条,妈妈就开始觉得自己不管了,不是好孩子了,贴掉贴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对自己的孩子作为好, 另,这有什么好怕的?孩子对世界上的未知常常充满敬畏,对害怕的表达也比较直接,孩子们害怕怪兽,害怕吃药打针,怕声怕黑,说这话的本意,也许是想让孩子不要被自己的想象吓倒, 却也有可能让孩子觉得妈妈觉得自己当想没用,也让妈妈的同理心消失,孩子因为得不到情感上的共鸣,和妈妈产生心理上的距离 7.别管他,这孩子就这样,孩子有时候爱玩爱闹,有些妈妈不耐发之下,就会在众人面前说孩子他就这样,不用管他,不要看孩子小,孩子是可以感受到妈妈这句话的嫌弃的意味, 7.就好像自己亲近的妈妈和其他大人,站在了同一边指责自己的不懂事和顽皮,这样会让孩子对于母亲先生的潜力感产生困惑,慢慢的,孩子也会被催眠,觉得妈妈说的对,进而放弃改正自己,破罐子破摔,行为消极,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